公布练琴后的唐一清 看起来更加甜了 相信除了甜美的笑容 她百变的短发造型 同样充满魔力 简直就是一本行走的教科书 唐一清很喜欢编发造型 这也绝对是简灵神器 我们先给头发做点卷度 让整体看起来更加蓬松 然后可以把头顶的头发打毛 取头顶的头发固定在脑后 然后分别在两侧做编发 最基础的三股编发 固定在脑后 把另一侧头发 也用三股编编好 一起固定在脑后 短发也能完成有趣的编发 在我们来的中 唐一清则用了一个简单的马尾 取头顶的头发 注意拉松发顶 先用皮筋做固定 然后变麻花 一定要扎紧一点 还更有俏皮感 这个方法是不是超级简单 又容易上手呢 最后 做一个旅行度假中 可以尝试的个性领便 每次取少量的头发 快速凝转 固定在脑后 多分几条纹路 用同样凝转的方法 将领发固定在脑后 结分会比中分更时尚俏皮一些哦 关注魔国街微信公众号 私信唐一清 就有机会获得我送出的 乘风破浪电影创作全纪录 我们下期见